欢迎您收看美食简报 这位母亲和女儿与70多只猫一起生活 BBC Karen Asamuai和她的女儿Lauren Sheldred 在威尔市中部经营着一个小规模的猫咪救助中心 在家中照顾着70多只猫咪 他们表示 拥有这么多猫咪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所帮助 但是猫咪需要重新安置的需求已经变得不堪重负 Karen和Lauren每天花费约135英镑 用于食物和猫杀 还有兽医费和绝育等额外费用 他们希望在今年10月之前 为所有被救助的猫咪找到永久的家 以便能够休息一下 然后在2024年以注册慈善机构的形式回归 利物浦需要确定亚历山大阿诺德到底是什么 英国每日电讯 电讯报的杰森·伯特表示 尽管利物浦在对阵伯恩茅斯的激动人心的胜利中表现出色 但这场比赛凸显了球队对一名防守型中场的需求 尽管利物浦能够打进三个进球 但他们在面对反击时很容易受到威胁 可能会失去更多的进球 文章还建议利物浦需要对特伦特 亚历山大阿诺德在球队中的角色做出决策 因为他作为编后卫和中场的混合角色似乎给球队的防守带来了问题 在卡德尼尔食品银行急需晚餐英雄因需求激增 加拿大CBC 加拿大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的食品银行正面临需求增长的局面 卡德尼尔食品银行为居住在350公里范围内的人们提供服务 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忙碌 难以保持货架的充足 捐赠量下降 曾经是捐赠者的一些人 现在转而向食品银行寻求帮助 需求增长影响了所有人群 食品价格 使得面包 人造黄油和牛奶等主食更难获得 食品银行的工作人员预计 随着孩子们返校和家长们努力支付学用品和食物的费用 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为了应对需求的激增 食品银行组织了一个晚餐英雄食品捐赠 加年华活动 随着乌克兰遭受炮火袭击 美国竞相跟进 华盛顿邮报 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加快军火生产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对抗俄罗斯 美国专注于增加155毫米炮弹的产量 这已成为乌克兰军事战略的核心 目标是到2025年秋季 每年生产100万枚炮弹 然而 专家警告称 这种增加的生产带来了挑战 如保持产能 克服资源匮乏 以及应对预算波动 和对未来军事需求的不确定性 美国还在寻找新的TNT供应商 TNT是炮弹生产的关键原料 因为之前的供应商 现在受到俄罗斯军队的控制 英国最佳秋季美食节的 终极指南 现在就预定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的美食和饮品节日在秋天非常丰富 各地都有活动举行 这些节日是支持当地生产者品尝当地种植和饲养的最佳方式 例如 威尔士边境的拉德洛美食节就是为该地区的美食艺术家提供支持 并帮助小规模种植者和手工艺制造商吸引新的观众 节日期间的游客涌入 还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推动 其他值得注意的节日 还包括威尔士的阿伯加文尼美食节 斯特林郡的苏格兰野生食品节 和约克郡的约克美食和饮品节 这些美食节提供各种活动和景点 包括顶级厨师的现场烹饪示范 关于食品话题的辩论和讲座 儿童烹饪工作坊 音乐表演 以及各种美食摊位和市场 一些节日有特定的重点 比如杜努弗里斯和加洛维的斯特兰雷生蚝节 庆祝野生的本地生蚝 这些节日是品尝和了解当地产品 支持当地企业 并享受季节节日的绝佳机会 我妻子要求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日菜单 结果是一场灾难 悉尼先驱晨暴 本文的作者描述了 他尝试在每周晚餐计划中 引入多样性的经历 他在成长过程中 遵循着严格的饮食计划 并在成年后继续保持相同的系统 但他的妻子对重复的餐食感到厌倦 他们决定改变一下 尝试新的食谱 但作者发现新的餐食变得更加复杂和耗食 最后 他意识到有时候一点稳定和常规 也能带来满足感 是的 厨师 不花钱也可以外出就餐 悉尼先驱晨暴 据真钱报道 随着封锁限制的放松 和人们返回办公室 外出就餐的支出正在增加 该出版物称 今年5月 澳大利亚人在咖啡馆 餐厅和外卖食品上 创下了54亿澳元 45亿美元的记录 部分原因是因为业后的热情 也因为物价上涨 他建议计划餐食 保持简单 喝办公室咖啡 而不是从咖啡师那里购买 共享餐食 用餐券换取餐食 并利用餐食优惠来降低成本 一次新西兰的美食之旅 让我更加饥饿 英国每日电讯 泰晤士报最近的一篇文章 由威廉 希特维尔撰写 对新西兰的食品和饮料文化 给予了高度评价 希特维尔参加了奥克兰作家节 发现毛利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象征 而是主流文化 也是国家食品和饮料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他参观了库鲁库鲁酒庄 这是毛利葡萄酒制造商联合会的一部分 象征着对传统和土地的尊重 希特维尔对他品尝的优质葡萄酒 特别是霞多利和黑比诺印象深刻 并对中奥塔哥和伯耿蒂的葡萄酒制造商之间的 相互钦配协会印象深刻 美国航空公司的一位乘客称 空乘人员抢走了侄子的零食盒 英国独立报 一位推特用户声称 一名美国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 在飞行中夺走了他三岁侄子的零食盒 这位用户以At Dynamically Dollar的名义 发布了这条消息 称这名空中乘务员拿走了零食盒 拿到飞机前部给一个朋友看 而且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几分钟后 当空中乘务员回来时 这位用户说他已经把食物扔掉了 因为他不知道在他看不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这位用户表示他将向公司投诉 岛民被要求捐赠给有需要的学生的返校用品 加拿大CBC 大哥的大姐姐PEI和上层食品银行 组织了一项名为大回馈的倡议 旨在帮助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学习用品和零食 该倡议旨在支持所有年轻人实现他们的全部潜力的愿景 在夏洛特敦加拿大轮胎停车场的梦想小屋现场接受杯包 午餐袋 水瓶 以及古物 燕麦棒和水果杯等食品的捐赠 截止日期为周日 这些物品将通过上层食品银行进行分发 青鱼和豆类杂烩 配烟熏辣椒油食谱 英国每日电讯 本文提供了一道使用储藏式食材制作的浓汤食谱 这道汤包括鱼、蔬菜、乳制品和豆类 食谱建议使用Bulled Bean Cold的豆类 但如果没有的话 还提供了使用自煮豆类的说明 这道汤的准备和烹饪时间约为30分钟 可供两个人使用 文章还包括了制作这道汤的逐步说明 巨风希拉里正朝南加利福尼亚州进发 实时更新 英国独立暴 南加州正在为巨风希拉里的道来做准备 预计该巨风将给该地区带来暴雨和洪水的风险 这是南加州首次发布热带风暴警报 热带系统穿过该地区的情况很少见 目前 巨风位于墨西哥卡伯圣卢卡斯西南方 最大持续风速为145英里每小时 预计它将在周末袭击墨西哥巴哈半岛 并在周日晚上作为热带风暴抵达南加州之前减弱 上一次热带风暴袭击加利福尼亚州是在1939年 此后 该州曾遭受过亚热带风暴的袭击 该州正在为潜在的洪水做准备 并已发放沙袋以保护低洼的海滨住宅 为了应对飓风 美国职棒大联盟还将几场比赛推迟到周六进行 拜登总统表示 白宫正在密切关注局势 并且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经准备好 根据需要提供援助 夏季蔬菜和辣花生酱牛肉串食谱 英国每日电讯 本文提供了一道受沙爹启发的沙拉食谱 可以用牛肉 鸡肉 羊肉或猪肉制作 食谱包括用花生酱 苹果醋 芝麻油 橄榄油 酸橙汁 姜和蜂蜜制成的调味汁 沙拉还包括红瓜 青豆 糖夹豆 牛排 萝卜 生菜和烤花生 文章提供了制作沙拉的逐步说明 《一个悲伤的告别》 威廉 希特维尔坦 勒加弗洛时的关闭 英国每日电讯 伦敦Logorosh餐厅的主厨兼老板米歇尔 鲁克斯宣布 该餐厅将在经营了56年后关闭 Logorosh餐厅获得了两颗米其林星级平价 将在今年圣诞节后的最后一餐上菜 鲁克斯的女儿艾米莉拒绝接手餐厅 加上目前的租约即将到期 鲁克斯表示她希望以高水平的方式结束 该餐厅具有影响力 并培养了许多著名厨师 包括马可 皮埃尔 怀特和戈登 拉姆奇 鲁克斯计划继续在外部活动和咨询中 使用Logorosh这个名字 想要将真菌蛋白带到火星的温哥华公司 加拿大环球邮报 由加拿大公司Echoateon和Mayaforms 开发的一种真菌蛋白质 已经进入了深空食品挑战赛的决赛 该比赛由加拿大航天局和NASA主办 旨在寻找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如何为宇航员提供为期三年的太空任务所需的食物 Echoateon的提案采用了生物反应器 将农作物没碎废料与盐 糖 水和蘑菇混合 制成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也被视为 解决地球上食品不安全问题的一种方法 它比其他蛋白质来源更具土地利用效率 可持续性和易于消化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